大家好,歡迎來到The Wave的頻道 在1月9日的CES,Sony發佈了幾款新產品 今天就和大家簡單講一下 首先就是電視 Sony的第一部8K HDR電視有85吋和98吋 採用X1 Ultimate處理器 是一部直下式LED背光的電視 因為是Backlight Master Drive的原因 所以沒有分區,只有點陣 有8K X Reality Pro 8K Extended Dilemma Range 進化了的Acoustic Multi-Audio 內置四路前置喇叭 頂部和底部各搭載兩組 令發聲維持更加準確 接著就是A9G 暫時看起來和A9F沒有太大差別 同樣,A8G和A8F也沒有太大差別 而X95G就是Z9G的4K Cut Cause版 接著就是X90G和X85G 因為真的沒有明顯的升級 所以就不說了 接著就是喇叭 新的HT-X8500 是首款內置雙Subwoofer的Dolby AMS Soundbar 2.1吋的喇叭可以模擬7.1.2的全景聲效果 還有新一代的LSPX-S2 對比上一代多了LDAC和Support Hi-Res 可以連接Wi-Fi串流播放Spotify 還有就是無線黑膠碟記 PS-LX310BT 可以透過藍牙將黑膠輸出至喇叭或耳機 好了,那今天就這麼多 如果你們喜歡這條影片 就留言分享 按個讚和訂閱我這個頻道 去看到更多的相關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,拜拜!